劉鎮偉導演 我們很喜歡 西遊記上下集我們去西安拍的 大家相處 非常融洽 他很好聊又很隨和 很開玩笑在現場 拍什麼動作的時候 你的動作要誇張些 所以不同 這部戲是最長的 一去就去三個多月 他們拍完走 我還要跟他們做特技 在西安廠裏面 我多一個星期才走 裡面是替日 林婕英那班 林婕英、木曼偉 朱音 三個女生 還有 我替周星馳 我 那個是我 扮他 不穿的 照片我也有 扮他在那裡彈下去 彈下去彈下去彈下去 彈下去彈下去 彈下去彈下去彈下去 彈下去彈下去彈下去 彈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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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有些戴帽子的那些 好像冰的那些 穿冰戴帽子的那些 誰知道 來上位打 就是這樣 武師上位 不夠人 黑豹天下 你是不是替青霞姐多些 聽女王說 因為青霞姐那套戲有很多衣服 都要幫你 她有多少套衣服 幫你再製造幾套 其實服宗姐姐 就預料是男生替 所以我穿上去很理肥 變成我又跟她拍張照 青霞姐 另外她覺得 清清為何你替我這麼醜 我無關我的事 你看那些衣服都不適合 我穿 我說你這麼漂亮 身形這麼漂亮 這麼高 那些衣服男生才背得起 你看我吊搏 她都沒有出聲 拍完那場戲打完之後 再回去過兩天 指導說 霍導演說 青霞姐想找你簽看身 我簽看身 我說好啊 玩一下 她說青霞姐想找你 我說好啊 她回進去 她說服裝師傅打電話給我 你哪日有空 她說什麼事 她說沒有啊 要幫你度身訂造服裝 我說我替身 我不是演員 她說不是啊 青霞姐要求的 然後我進去 她們才告訴我 她說對 青霞姐說 要你的衣服跟她一模一樣 設計 因為她說她收少了片酬 我們幫你度身訂造 就是不會穿崩 不會太吹噴 穿上去你也很漂亮 這樣 譬如吊威也 飄啊 那些 空中的動作都不穿 地下呢 拉背 因為化妝和她一模一樣 旁邊都不穿 我說好啊 沒問題 那就做了幾套衣服 真的很漂亮 是 詩質的 釘樓的 我覺得 真的值得 演員的要求 出到來是她 我覺得是很好 我亦都很開心 她可以邀請我做她的 她們都經常說是余用替身 剛才你講過《惠思理》 但你之前和霍月亮導演 拍過另一套《惠思理》 好像叫做 《吳大惠圖》《少年惠思理之》 《天魔之子》 那兩集 你是不是去了《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 西安那時的《絲綢之路》 還未開封鵝 《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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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試過拍一部《萬里》 高飛接了一部電影 我又客串一個合雷 又在那裏吊威 又在那裏打 跟他們溝通 溝通不了 哪有懂說印尼話 印度話 變了他有個翻譯 我又試過跟袁彪拍一部《月新》 《上海大康道》《月新》 我又跟他在日本 亦有個翻譯 又有個動作 又是我們 阿彪告他們自己 他們的班底 我們香港人設計動作 所以不難 回到大陸其實是最多的 起碼是《西後記》 《西後記》在西安 《維斯里》 《館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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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那裏三個月 又不同的環境 但武師其實很容易相處 我覺得 為甚麼 因為我個人比較吵和 我沒有擺架子 我沒有說自己是指導 又沒有說自己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但大家都知道 大家出來工作而已 我跟他們 又吃飯 喝茶 大家好好談 開會的時候 一兩次我們就熟 而且我覺得這樣是好 因為融洽了 平時 生活上我們融洽了 在拍戲的時候 在設計動作裏面 大家很溝通 我不想你這樣 我做不到 你這樣過來 他又走就我 因為我要做替身 難度高的當然是他們男生去做 我做 在《橫店》拍這部戲 我都不小 都是幾年前 好像剛好十年 都十年 好像11年 那時都 11年何歲變 好像是 那時都不是小 我可以說的 都四十多歲 十年的話 就是四十多歲 我還要做替身 還有一場戲 講著他們 兩個人做瑜伽 在香港 安排了時間 我去練瑜伽 兩個人的配合 去到那裡 一下去 就先行馬威 我們香港人先做 看身 我和香港其中一個父子 我們兩個都有父子 就拍了那場戲 就第一天開工 他們都說 你看看青姐 年紀這麼大 你看看 人家還做到這個動作 那個指導和大陸那些舞師很友善 講笑地說 你們這麼年輕 還能做到嗎 但我們之前都有練習 教他們大陸的人做 他們做不到這麼柔軟的動作 即是儒家的動作 其實很開心 去到每個地方 都有他們不同的工作人員 其實是講一個團體 我們才工作會順利 問一下 范園輪導演 有些戲 好像有些 邱淑貞 類似性感驗情片 像赤裸高揚那些 你怎樣去設計動作 我相信霍園輪導演 是不是很喜歡一些很誇張 很漫畫化的動作 好像黑炮天下都是 很卡通化 有兩個替身的 一個是我 打是地下打的 另外一個關斗 那些比較難度高一些 另外有一個替身體 所以就是 設計不同 從多指導 因為他是試裝 我試裝 我覺得是 高難度的 他通常都是有關斗 在上面穿 在木上面穿 吊毛 穿背 搶背 那些 就危險多些 所以他們不贊成是女生做的 還有小冬導演 阿達那些 都不給我們女生上的 都是男生做的 所以是 你說那個時裝那裏 就是 他穿衣服很性感 就打回性感的動作 設計動作是比較性感的 而且我記得在那個時候 除了一些武學片之外 剛才你也說過高飛哥有些戲 那時候很兇的 賣浮的一些動作片 我想你也參與很多 我記得有一套叫火總 你和李塞鳳 是呀是士忠 很多那些 打 不知說你們什麼 班房 不知在學什麼 你是不是也學那些戲 你對那些是賣浮動作片 說多一點 其實我們 那時候我不認識賣浮動 我就知道 我是 即是說學校裏面 大家一班我一班 他一班我一班 大家隻抽 還有就是說 打的時候 因為他是角色 我沒有角色 我只不過那場戲黑串 很多動作我都是走的 阿元寶還指導 設計在一個運動場裏面打 就走 當他 大家打的時候 真是實打 我和他真是實打 又很合 又很合 真是實打 那場戲是兩個小時內完 好輕鬆 好舒服 兩個人打得 又不會撞雨 又不會勝 大家很合 那些動作 你掃我一腳 我掃你一腳 你踢我一腳 我踢你一腳 但我們踢到 踢是我們要做反應 其實是觸碰到的 即是觸碰到的 但真的不會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怎樣 照用力踢 照用力踢 不過是雙倍了 有少少雙倍 鏡頭有少雙倍 我真的要用力踢 靠你做反應 他打我的時候 我就打 打 他就照踢 我沒事的 女生的腳 始終都不是那麼大力 男生就差一點 他踢過來 我照顏色 我都沒事 變了 大家拍得輕鬆 就很快 下班 其實可以說回 近年你都繼續有 做這個母子 好像點五步 你覺得現在的設計動作 和當年有什麼很不同的地方 點五步就是電影發展基金 設計方面 就要因應他的動作 因為他是講一群年輕人的衝勁 和打棒球 所以要設計一個棒球裏面 要那個年輕人的動作 他的反應 我要拍他這些 另外他們很不開心的情緒 我要告訴你 你不開心的情緒 你不要說 當是家 你是當 你真是在 一個團體裏面 訓練 你遇到問題 他們跟我 當初一樣 是過程 完全不知道拍戲是怎樣 不懂表情 你放下你自己 你做回學校 你跳脾 你做事的時候 你那個感情 你做給我 是 隨便我跟他聊天 還有告訴他 你要多些 你會投入這個角色 你要多些 你就是你的格 你就是這樣的格 你就做回你的格 要教給他 還有他們 那個是新導演 我尊重導演 有些戲 讓他自己去教演員 他想怎樣拍 我就是動作方面來幫忙 還有還有一部 一個人的舞臨 是 很舒服 因子丹 也是我在香港做指導的最後一部 我都好像拍了兩個半月 我看了那個女生 白兵 我看了她動作 搞了她動作 是 因為整班 Dee哥 董衛哥 整班 一齊 好像舞師公會 是嗎 特技公會 是 特技委員公會 去協助拍這部戲 還有她是二買 是做善事 所以很開心 有這個導演 出心出力 這樣為大家 其實近年你有沒有說 想教一班後輩 或者有沒有收過一些徒弟 繼續教她一些武術 或者太極 有的 之前電影總會 開過電影課程 有很多種的 譬如有輔導 有編劇 有燈光組 有我們動作演員組 我在動作演員組 我就會教她演技 和動作反應 他們出來是一個動作演員 不是一個武師 這樣就很受歡迎 那班學生 有些出來 會在大轉圈腳 有些會轉去做輔導演 有些轉去做服裝 有些轉去迪士尼 跳舞 有些去海洋公園 因為電影畢景戲 除非好像以前那樣 有很多戲 有些好一點的 就是英王簽了她們做演員 各有出錄 希望她們都好 那邊就收班學生 另外我私底下 會先教她們功夫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 大人的 我會將功夫 電影的功夫 融入了在武術裏面 去這樣教她們 練習之後 我都告訴她 體極 現在不是說在公園 老人家開始學了 年輕都開始 因為有法力 譬如陳式體極拳 都有法力點 都可以鍛鍊我們的身體 肌肉 我說趁現在年輕 你年輕後 到老 你打到老 體極拳是跟著你 你沒有說到80歲 你才跟我學 已經學不到 現在連8歲的小朋友 都演繹得很好 陳式體極拳 我說你可以多方面 譬如你拍了之後 譬如有些體極 或者廣告 其他東西 你都可以參與 你都可以拍 你都可以發揮 變成有幾個學生 現在就跟著我 體極 清清師傅 這麼多年 其實你都 有一些人 或者你都很想去 多謝 或者什麼 好像劉家良師傅 或者小東導演 是的 我很感恩 多謝劉師傅 他都是我的恩恩 入電影圈 是他帶給我的轉雷點 帶給我人生好的一面 劉師傅 雖然我不是 薄薄戲 跟在他身邊 但是認識他這麼久 由我第一部的接觸 所有電影中 我一路感受到師傅 功夫的深層 每一個層次 他會表達什麼 每一個動作 他都在對你說的說話 我和你對打 已經跟對方說 這個動作 我是怎樣打你的 你的反應 和你感覺到他的力度 我覺得他去到 最最後的時候 那個武術的境界 武術身體的意見 已經表達了他和對方的交流 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師傅 功夫已經是 怎麼說呢 是受人敬佩 受人尊重 他很高層次 所以我很佩服師傅 也很感恩 多謝程少東導演 也是一個轉捩點 這個轉捩點是 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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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做了幕後的英雄 就是武術之道 他給我很多機會 去參與剪片配音 後面幕後的東西 例如大家籌備這部戲 設計動作 以及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學習 例如劉師傅的顏橋顏馬 程少東導演的電影的飄逸 在我人生之中 我有很多得著 很感恩 很多謝兩位 很多謝師叔 很多師兄 很多導演 很多演員 和很多我們同事 武師手足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真是很多謝千千師傅 很多謝你們 認識了你很多 你的故事 較少聽到 今次 很多謝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認識了很多 你 和知道我們動作電影 有一群好像你 很多 令我們八九年代 動作電影 如此輝煌 你們真是 謝謝 謝謝 很貢獻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好